中國突然禁止台啤 禁酒等台灣酒品進口 那麼國民黨立委陳鈺甄是硬邀前往對岸 跟有關部門來開會來看最新情況 我想不能因為說別人買我們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說它是養套餐 那好像說就好像有人一直說 道路如果買我們的東西就叫做徒戰 不買我們的東西就叫做藍藥 我覺得這樣是沒有道理 大家做生意往往的 經貿上兩岸的互動是這麼多 我想做生意往往的氣身材 所以大家少講一些這個彼此 就是多說好話 然後多多溝通 那具體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多多溝通 希望大家兩岸都朝著這個 善意和平的方向前進